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氣都來得比較晴朗穩定 只有在北花蓮這一代有些局部降雨出現 溫度比昨天更高了 西半部高溫28-29度 東半部也有26-27度 明年禮拜六要放假了 但提醒您水氣會慢慢增加 明天的下半天 各地開始有一些局部短暫雨的機會 但溫度明天還是溫暖的 等到禮拜天的時候 由北到南溫度要明顯的下滑 下禮拜一將是溫度最低的時候 局部低溫下滑10度左右 詳細天氣透過衛星雲圖一塊來了解 雲圖上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的雲城都從台灣北部海面這裡通過 當然距離台灣遠一些 台灣附近的水氣少 今天天氣就來得比較晴朗穩定 等到明天禮拜六雖然要放假了 但提醒您天氣開始慢慢有些變化 因為明天來看的話 開始會有一道封面逐漸的接近台灣 所以造成明天全台各地的雲量 開始會慢慢增加喔 尤其等到明天下半天之後呢 這雲量變多之外 局部地區可能開始有一些零星短暫雨的機會 雖然這雨不是全面性全面大範圍的下 但是出門的話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的 主要是明天的入夜之後到禮拜天的清晨 這個封面開始通過台灣上空 所以明天入夜到禮拜天的清晨 中部以北一直到宜蘭花蓮這一代 目前看都會有一些短暫鎮雨的機會 還好封面走的速度蠻快的 等到禮拜天的白天 這個封面就會逐漸離開囉 所以禮拜天來看的話呢 當然水氣要變少 只不過強冷空氣開始南下 所以迎封面的桃園台北一直到基隆宜蘭 在禮拜天這一天持續有一些局部短暫雨會發生 新竹跟花蓮的話 禮拜天主要是雲量會比較偏多 不過過了苗栗以南 中部南部跟台東地區來看 禮拜天主要就恢復到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下個禮拜一您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呢 持續受到這強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迎封面的桃園台北還有基隆宜蘭 還是有一些局部短暫雨 其他各地主要都是多雲到晴 下禮拜二水氣會更少 包括了大台北跟桃園的雨 雨在禮拜二都不下了 降雨範圍縮小到基隆宜蘭地區為主 而溫度部分要特別提醒大家 透過地面天氣圖搖來看到 明天我們提到雖然有封面接近 但是明天主要我們還在封面之前 比較溫暖空氣的影響 加上我們提到上半天 還是有機會見到陽光的 所以明天白天各地跟今天類似 還是會來的比較溫暖一些些 可以看到明天全台各地的高溫 都有機會來到27到29度上下 早晚低溫大約在19到20度左右 特別留意的是在後天 禮拜天的時候 強冷空氣暴到了 由北到南溫度要明顯下滑 如果把禮拜天的高溫拿來跟禮拜六相比 整個北台灣高溫 在禮拜天會降個8到10度左右 中部高溫也會降個5度上下 南部還有東半部的高溫也會降個3度左右 下個禮拜一將會是這波冷空氣影響 最明顯溫度最低的時候 下個禮拜一 預估在整個中部以北到東北部 局部低溫下探到10到11度左右了 所以最後聽器上的小叮嚀 我們就要提醒大家 來看到在明天下半天 我們提到開始會有些局部降雨 出門稍微留意當心一下 西半部還是會有局部農務機會 如果您要過年前大採買 記得行車用路要特別當心 中南部的空氣品質還是比較糟糕一些 記得戴口罩 禮拜天的溫度下降 記得一定要添加衣物 明天天氣透過圖卡一塊來關心 明天我們提到在北部雲量會逐漸增加 下半天開始有一些局部短暫雨 不過溫度還是溫暖的 基隆19到25度 台北新北20到28度 台灣19到27度 新竹苗栗20到26度 而至於在中部地區來看的話 明天主要也是下半天的雲量增加 有些局部短暫雨的機會 台中21到27度 彰化20到26度 南投20到27度 雲林20到27度 嘉義也是20到27度 明天在西半部地區 還是要提防局部農物的發生 等到後天禮拜天 溫度將會明顯的下滑 而南部地區來看的話 明天主要還是多雲到勤的 我下半天也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台南23到26度 高雄23到27度 屏東高溫明天有機會來到30度 低溫在21度上下 而東半部地區主要也是在明天的下半天 開始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降雨 宜蘭是9到27度 花蓮20到27度 台東21到28度 明天入夜之後 東半部的降雨會進一步增加 而在外島地區來看的話 在明天在馬祖金門 有一些局部短暫雨 澎湖高溫23度 未來天氣透過圖考告訴大家 我們提到明天還是溫暖的 下半天開始有些局部降雨 禮拜天溫度要明顯下滑 下禮拜一溫度會是最低的時候 禮拜二的溫度才會稍微回升一些 鎖定台式氣象 軍台每天跟您聊天氣 請坐下 請坐下